台湾的证券发展雏形 从民国38年的电头市场开始 从封闭转为开放市场之后 证券市场开始蓬勃发展 康和证券成立于民国79年 于85年上柜挂牌交易 在叶公亮董事长带领下 已成为中型券商中 引进商品及产品设计能力最强的券商 集团旗下事业涵盖证券 期货 期金 投雇 保险代理 及资产管理等业务 我当时来这家公司 我就开始看个如果变成一个 我们所想要的一个走的未来 我们已经要成为我们台湾的一个 最能够成就客户价值的一个投资议团 在证券金融领域长达三十年经历的 叶公亮董事长留下许多标柄战功 而他将进入康和证券集团 接任董事长 视为将军的最后一役 这场战役要打得漂亮 他订定四大策略 整合旗下证券 期货 期金 投雇 保险代理 转型朝向成为投资银行 一个企业在发展 就像一个变形虫一样 所以环境做改变 所以我们也订了一个四项车类 第一个车类就是 我们一定要发展电影商务 第二我们是提供多三补物 就是财务管理 第三个当然是我要投资银行业务 第四个应该是整合的行销部分 此外 业供量特别重视企业文化的塑造 今年度除了举办鼓励员工创意的 微电影征选 五月份的运动会即家庭日 全体携家代卷 大步向前拥抱健康 我们主要是要让员工工作主义 也要经过一个家庭的生活 我们希望员工有个健康身心 你工作忙着注意 不要忘了运动 尤其我们正在这个行业 四十一则高压力行业 你要把这高压力射解掉 你必须要靠不断的运动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员工能够发挥 运动家的精神 那个就是要争取最好的一个荣誉 现场活动相当精彩 有园游会 闯关活动 儿童游乐区 以及欢喜毛毛虫 食人食衣角等趣味竞赛 而最能展现团队默契和精神 除了各队充满创意的路场 拔河和大队接力 更是众所期待的重头戏 我们总经理他想的 他觉得我们这队里面都很多很呛的人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去买完偶装啊 什么蜘蛛啊美国队长这些 因为就是大家都很团结 然后有什么活动 大家都是很 那种自告奋勇地参加 对然后大家都像一家人这样子 办的是一个活动 让我们能够把家庭 然后融入工作 然后把我们的健康给带起来 凝聚我们员工向心力 一个企业的好与坏 能够长期在市场能够生存 或者它的竞争能力 我想文化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我们必须要能够活泼 能够要一个信任感 然后再能够有个真正的承担 未来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看来是一个中文经商 但是我们的条件 我们在商品能力的非常地强 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方面 我们得到 7年得来两个金赚奖 我们在整个企业经理方面 是台湾唯一一支公募基金 可以发生企业新多基金的 就是旧康合 唯一本土公募CTA基金 反映的是企业的高度专业 和优质商品设计能力 未来目标一致 向经历凝聚 并具有丰富经验的团队 将朝向最能成就客户价值的 投资银行大步迈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